比斯麦几下秒掉胡德号的同时 在场还有一艘辽舰欧根亲王伴随在左右 但是在比斯麦号被英国人集火击沉的最后岁月中 欧根亲王号却不在身边 有人说后者倾沃逃跑了 也有人说没有必要付出无畏的牺牲 其实欧根亲王是被比斯麦命令撤离的 这段历史透露着一股无奈和悲壮 1. 暴雨云 我在等你 1941年5月24日 下午的三点半 由比斯麦领头的特遣舰队终于进入到了一团暴雨云中 当天 大夕阳的天气一直都是阴沉不定 刚刚还晴空万里转眼又瓢泼大雨 对于德国公海舰队的司令呂特艳斯来说 这一大股裹挟着暴雨而来的云层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 之前英国已经胆大到用水上飞机在德国军舰周边伴飞 只不过被高射炮驱离了 比斯麦前方220米是为其领航的欧根亲王号 两艘军舰相继进入暴雨云后 欧根亲王透过雨幕 看到后方持续发来短短四个字节的灯光信号 胡德 这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分手信号 随后庞大的比斯麦号徐徐转向左侧 史料上记载 呂特艳斯决定率领受伤的比斯麦返回法国修理 欧根亲王号则单独前往大西洋袭击同盟国运输线 但是如何袭击 舰队司令并没有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其实这就是变相的让欧根亲王撤离 因为比斯麦出击之前 吕特艳斯曾对同僚说 这次战斗的实力相差悬殊 恐怕我将会搭上劳命 可见他的头脑比希特勒要清醒得多 二 再一次的胡德 就像电影中演的那样 使出了雷雨区转眼便是烈日当头 视野一下子就开阔起来 德舰再也无法隐藏行踪 遥遥可以望见英国的皇家海军舰队 没有了预想中的掩护 计划好的分手行动转眼便夭折了 为了隐蔽自己的意图 在海上绕了半圈的比斯麦号 只好又折回原来的航线上 继续由欧根亲王号领航 耐心等待着下一次变天 英国人并没有察觉到对方的意图 只是不明所以地在作战日志上 写下比斯麦号不知何故变换航道 此时他们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比斯麦号吸引 根本无暇顾久欧根亲王号这艘了见 海面上因某种原因暂时达到了平静 德国人等着下一轮暴雨 英国人则因为主力没有到达而不会轻举妄动 毕竟秒杀胡德的神话游在眼前 谁也不敢以身犯险 就这样走了三个小时 德国的特遣舰队再次迎来了机会 前方的雨区让周围海域的能见度再度骤降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 吕特艳斯有了一个冒险的想法 他打算以比斯麦号为耳吸引住后面三条尾巴的注意 为辽健争取更多的脱离时间 这一招气率饱促在当天下午六点 以胡德的信号再度亮起而开始 三 最后的悲壮 比斯麦号加速转向右衔 几分钟后又折向北航行 这番动作让他迅速冲出了云域区 对于英国人来说 对方的突然闪现让自己措手不及 当时英国军舰普遍安装了雷达 德舰的一举一动静在眼底 可是比斯麦号从进入雨幕载道冲出来 仅用了几分钟时间 英国海军根本没有反应机会 双方以超过50节的速度相向而行 很快便进入了主炮的射程 于是比斯麦号用最粗的大管子 直接轰击来不及掉头的萨福克号 萨福克号只装备了203毫米主炮 这个距离根本不在火炮射程之内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的他迅速释放烟雾转向 为后方两艘巡洋舰同事让出视野 可是后方的巡洋舰 一艘是已经受伤的威尔士亲王号 另一艘一个批次的同胞兄弟莫福克号 没有办法 看着身旁使不上镜的小兄弟 装备了355毫米主炮的威尔士亲王号 只能硬着头皮上前接战 由于瞄准的距离有些远 英国人的炮弹箭落在德舰航纪的正后方 从他们的角度看起来 比斯麦号正狂躁地冲杀过来 以炮弹机器的巨大水柱为背景 皇家海军的战术条令明确要求 巡洋舰在面对战列舰的时候 首先考虑保存自己 可是面对如此一个钢铁怪物 三艘驱逐舰谁也别想独善其身 英军的舰队长官华克 在快速着思索着应对措施 却在几分钟后发现不用了 因为 比斯麦号转了回去 对于吕特艳斯来说 刚才的转身冲锋 是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意图 因为一旦对方发现自己的想法 乌根亲王就有可能跑步了 可是如果冲得太猛又会让敌人狗急跳墙 那个时候弄假成真反而不好玩了 所以在吓到对方之后 德国人选择迅速收手 德军这系列的诡异行为 让华克等人目瞪口呆 英国人只能聚精会神的盯着比斯麦 以防他再出什么幺蛾子 四 斯里逃生 就在比斯麦在海上肆意的表演时 鱼目中的欧根亲王号仍然全速的逃跑 仅仅三分钟就与向后冲锋的比斯麦 拉开了三公里的距离 船员门站在军舰后方 隔着雨连看着火炮喷出的 橙黄色的火焰照亮了海面 同时也映衬出几艘军舰的身影 大家相顾无言 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献上最好的祝福 这是除了比斯麦以外的德国人 最后一次见到这艘军舰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